大家好,分享投资小知识的Slow罗里来了,欢迎来到雪罗里的频道 上周末,英伟达向远迎提出收购ARM的消息满天飞 这周开始的第一天,英伟达也一反上周的颓气,上涨了5.82% 来了这一周的一个开门红 作为中美科技站的重心,这几年芯片半导体行业真是风云叠起 但是大家对于芯片半导体产业有多少认识呢? 这期视频就给大家普及一下我所了解到的半导体行业 大家记得订阅以及点击小铃铛获取最新的视频哦 下面视频开始 其实半导体行业的龙头股也就那么几家 英特尔,AMD,英伟达,Lam Research,ASML和高通 我们都知道芯片制造商有台湾的台积电 美国的英特尔和高通,还有韩国的三星 这几个名字,大家都耳熟冷详了 但事实上,用作制造芯片的工具才是最重要的 比如说,没有荷兰的ASML的光刻机 和Lam Research的触客工艺 那么谁都做不出好的芯片 就如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厂中芯国际为例 在2018年5月份,向荷兰的ASML订购了首台最先进 价值1.2亿美元的EUV光刻机 但是因为当时正值中美贸易争端之际 因为设备出口许可证等种种原因 久不久无法收到货 直到今年3月份才顺利到货深圳 要知道7纳米以下更小的芯片 就必须需要EUV系统的光刻机才能制造出来 因此,在今年7月份 中芯国际在拿到了最先进的EUV光刻机以后 总算是攻克了14纳米芯片的制作工艺 但是和早已攻破了7纳米制造工艺的台积电和英特尔相比 差距还是十分巨大的 而在2018年这一年中 台积电、英特尔和三星电子公司 就已经从ASML订购了约19台的EUV设备 外加ASML公司是世界上唯一能制造出EUV光刻机的公司 而且产量有限 而光刻和触刻技术却决定着芯片的最小尺寸 古鱼有云,供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由此可见 制造光刻机的ASML和制造触刻机的Land Research 在半导体行业的地位是多么的重要了 众所周知 在半导体产业的芯片制造技术上 台积电是独步天下的 在2018年第二季度开始量产7纳米芯片以后 又一次在今年突破了5纳米的制造工艺 成为了全球第一家突破5纳米制造工艺的厂家 紧随其后的是三星 韩国的三星电子也宣布于2020年 5纳米制成将进入量产期 在最新2020年第二季度的芯片代工的市场占比中 台积电以51.5%的市场占有率占据了榜首 遥遥领先于其他制造商 而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二的三星也只有18.8% 台积电在芯片代工制造商里可以说是一个其他厂商无法攻破的堡垒 护城和优势十分明显 相比之下 英特尔因为制造7纳米芯片的工艺 在关键指标优良率上不达标 导致自家7纳米芯片研发项目被延迟 在制造工艺上要落后于台积电和三星电子 而且英特尔出品的CPU芯片 因为都是自家制造的 在只能使用14纳米芯片作为CPU核心芯片的情况下 被台积电代工制造 使用7纳米芯片的AMD第三代锐龙处理器 抢占了很大的市场 AMD这种自己设计芯片 然后找台积电代工的研发方式 虽然公司利润率上没有自己制造芯片的英特尔高 但是在芯片设计上 却能紧跟市场最先进的技术 得益于台积电5纳米芯片制造工艺的突破 AMD预期在2021年上市使用5纳米芯片的SIM4处理器 这将继续在处理器产品上领先于英特尔 英特尔或许将会在未来找台积电代工5纳米的芯片 作为在处理器领域反制AMD的办法 在显卡GPU的业务上 虽然英特尔占据了整个GPU市场份额的占比还是比较高的 而且大部分是属于办公使用的集成显卡 但是在适用于游戏领域的高级显卡 英伟达却有接近8成的市场占有率 拥有着绝对的统治地位 而高通公司主要是设计各种ARM架构的CDMA 也就是专为移动站点调制解调剂设计的芯片 基带无线电芯片和电源处理芯片 这些芯片组主要是供给给移动电话制造商的 所以无论是00年代的首支厂商皇者洛基亚、爱立信 还是现在在风头烂尖上的华为和苹果 都是高通的合作伙伴 高通作为全球3G、4G与5G技术研发的领先企业 在移动设备端拥有垄断性的专利和技术优势 上面提到的这四家公司 都是属于半导体芯片中占领着重要位置的制造厂商 在21世纪开始的大数据时代里面 都要依靠着他们的产品来支撑着这一片数字生活 回到英伟达向远宁提出收购ARM的消息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ARM究竟是什么 其实ARM和X86其实是一个架构 用来对CPU分析处理指令的架构 X86架构属于复杂指令级CISC 一般使用在英特尔、英特尔的CPU上 而ARM架构属于精简指令级RISC 都是使用在ARM的处理器上 一般AMD的CPU、游戏显卡、芯片和手机处理器等等 都是使用ARM架构的 简单来说 如果用人来做比喻的话 X86的复杂指令级 就是让接受指令的人 以足够的训练 让他掌握各种复杂技能 就像发出10这个指令 然后他就会按照指令 直接写出一个10字 而ARM架构的精简指令级 是发出一个个简单的指令 来让接受指令的人 一步一步执行指令的 就像发出一束一横的指令 然后写出一个10字出来了 所以英特尔处理器的强项 在于设计超高性能的台式机 和服务器处理器 而ARM处理器的设计初衷 就是低功耗 因此除了适用于CPU和GPU 对于体积有限的移动设备 也十分合适 由此可见 英伟达收购了ARM 将会对于全世界 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因为使用ARM架构的厂商 都需要获得ARM的专利许可 如果英伟达收购成功 那么ARM将失去维持 其中立、独立的商业模式 ARM的客户中有相当一部分 与英伟达是竞争关系的 所以收购成功也意味着造成行业垄断 如果上升到国际关系上就更复杂了 一旦收购成功 美国将拥有英伟达、英特尔和ARM三张黄牌 成为CPU、GPU移动端乃至PC数据中心端的绝对霸主 全球产业链将加剧分化 科技鸿沟将进一步加深 无论是国内的华为手机、中芯国际等具备芯片 设计功能的企业 还是国外的三星、爱立信等等 都需要获得ARM的直接IP授权 所以这个收购案千年很深 无论能否达成 都将成为市场波动的诱因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半导体行业正处于上升趋势上 行业的龙头们都将会是未来值得关注的投资标的 不知道看完这个视频的里 对于半导体行业又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视频下翻留言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哦 觉得视频对里有所帮助 请来个友情三年 订阅、点赞、分享 谢谢大家观看 罗莉也要回去充电哦 叮